第15轮疫苗开放混打 指挥中心开放民众 直接向指定的医疗院所来预约接种 有很多的民众在平台上没有预约到 就直接冲到诊所打针 结果造成了诊所大爆卖 尽管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 疫苗要给民众无限畅打 但是疫苗并没有无限量供应 所以约不约得到 还是一个大问题 下午诊所还没开门 门口就有民众聚集 全都是为了疫苗而来 电话响不停 护士根本没空接 民众打不进来直接杀到诊所 第15轮疫苗进行混打 指挥中心开放民众 直接向指定医疗院所预约接种 台中市长卢秀燕更宣布 台中疫苗无限畅打 但民众要预约却好难 以台中这间诊所为例 360剂BNT疫苗不到两个小时就抢光 还要打那个电话 然后还不一定说这间诊所有没有 他一一去确认 我觉得这个太麻烦了 都打不进去啊 但是大家很抢就对了 也是要打啊 因为疫苗需求量大 诊所使用低残疫空针 抽6针能多一支残剂 等于能多出60个名额 尽量就是说能够有更多的 提供更多的增剂 让预约不到的民众 能够满足他们混打的意愿 台中有里长在平台开放预约时 就抱怨根本约不到 后来干脆诸团 让市府派人来施打 里长结合卫生所 抢到350gbnt疫苗 鼓励接种还送三公斤百米一包 名额也是秒杀 提醒民众台中的诊所及卫生所 只提供一种疫苗 医院才分诊分流 提供两种以上疫苗接种服务 民众得做好功课以免扑空 记者中部资本报道